他說你真的這麼排斥講台語 我說對 去喬一下 我一直很排斥接台語戲 然後那個時候也沒有辦法 然後友台就是剛好他說 馬哥我們有開一檔新的半年檔 然後他說你就演一集就好 我說好 那就一集就好 就是來客串一下大概幾場 後來演完之後想說那就放鬆了 應該沒關係 可是他總經理就說 陳先生 陳剛信就說 這個角色為什麼沒寫 他說沒有 他就是不是很重要 他說他很好笑 叫他繼續寫 繼續寫 叫他來演 我因為人情的壓力也沒有辦法 我就說 硬頭 我說盡量能夠戲少一點就少一點 然後結果有一場戲 我是演一個很爛的一個老公 要飽酒 要喝酒 然後常常在走路 然後有一場戲就是 我偷了我老婆的存摺 然後想要去榨領老婆的錢 然後他老婆的弟弟就 其實假如這次從後面把我攔截 用撞的 把我撞倒 反正阻止我去拿錢 然後一拍完 那個卡一拍完 因為真的有撞到 然後導演就過來說 有沒有受傷 有沒有怎麼樣 我就跟導演講說 導演 我寧願用皮肉上來換句 我不要講台詞 導演說你真的這麼排斥講台語 我說對 導演說好 我來改一改 他就跟編劇喬一下 就 可以這樣喬 可以喬 然後為什麼陳老闆他這麼嫌我 因為他說 他說我的肢體表情很好玩 我在裡面是甘草人物跟賓家綺 然後我就說可以 他說我幫你喬 我想說那終於不要講台語 我就可以下課了 結果陳老闆說 喜感更好 就 我還繼續演 我還繼續演 我想說 我就想說 我就遭樓 遭樓就好了 他去本寫到我遭樓 我說遭樓 我終於下課了 結果 然後後來一個禮拜 馬哥你也有寫 我說我不是遭樓嗎 因為那個老闆很喜歡你 他說你在路邊撿到100萬 那你要謝謝陳剛心 對 我知道 他很愛你 然後就又演 演到最後殺青 演到最後殺青 大概累積大概 騙主角了 不是主角 就賠得到最後殺青 大殺青 大概演了 然後要講話 然後演 中間後面才變A告 然後我也因為這個戲 賺到錢才結婚 唉唷 他的感情